俄罗斯总统选举那谁会成为赢家 几乎真的不用猜啊 那投票过程如今已经结束了 而点票工作也已经进入尾声 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说法 在点算了超过九成的选票之后 结果显示啊 现任总统普京毫无悬念 得票率超过七成 大幅抛离其他对手 笃定拿下第四个总统任期 只不过啊 这次的选举却传出了舞弊的质疑声音 那反对党更是握有证据 批评这是近年来最肮脏的选举 俄罗斯总统选举点票未完成之际 现任总统普京已经率先在首都莫斯科市中心 发表胜选宣言 他很感谢选民们的投票支持 并认为选举结果是选民对他过去几年工作的认同 再加上这一次的六年任期 普京在俄罗斯掌权将近四分之一世纪 对此有记者就问道 下一届大选他会否再进逐总统之位 这位65岁的俄罗斯领导人 就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其实点票结果还没结束 但普京当选总统这件事 似乎已经成了定局 全国各地的民众都已经开始走上街头 欢庆历史性一刻 只不过这次的选举结果 看在反对党的眼里 他们认为根本就是一场闹剧 当地反对党表示 俄罗斯政府为了崇高投票率 避免让普京赢得难看 所以无所不用其机 在他们所取得的部分 避露电视画面当中清楚显示 有人把大量的选票投进投票箱 也有选民拍到有人重复投两次票 而网上也流传 似乎有选民遭受到业主的施压 要求他们一定要去投票